1 2 3 1 2 3 1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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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康熙來了 有一個人他的名字 經常在康熙來了神秘出現 他就是黑人 關於他做過的許多瘋狂事蹟 演藝圈中可是有許多人領教過呢 今天康熙來了邀請黑人來現身說法 還有他的好哥們 一群人在棚內打打鬧鬥 究竟他們有多瘋狂 看了節目你就知道啦 Ready Booth 康熙來今天主人大家還是看完跟CD 我們今天的客人是明星嗎 有在兩個是 另外兩個是在路人界中還小有知名度的 好 那這兩個明星帥嗎 比較另類帥哥啦 OK 誰比較紅 白衣服還黑衣服 白衣服還黑衣服 誰拍 真的黑衣服比較紅嗎 不知道好像是吧 真的啊 這問我不準了 因為我跟他們太熟了 可是我每次看到他拍廣告 我在想這是不是他自己去逼人家 讓他拍 啤酒廣告有必要搞成這樣嗎 耶 不過是有啤酒啊 我們現在來賓我們歡迎黑人 你前面寫華航代言人 所以你去A人家B B人家讓你當代言對不對 我沒有B啊 那是 那是他的夢想啦 那是插曲 因為華航只有我爸的工作啊 我一直覺得身為是華航 那啤酒呢 啤酒呢因為我打台啤 那還被拗欸 我跟你講 他就有一次跟我講說 欸 你有沒有覺得黑人牙膏不找我 真的很莫名其妙 他說我又叫黑人 然後牙齒又白 然後他就說 我要來寫一個企劃案 我要寫一個企劃案 投給黑人牙膏 我是說真的 黑人牙膏不找我 怎麼可以 你到底做了沒 有沒有好好去跟人家自我推薦 有 我們公司去彈的 然後 被彈 沒有 他們公司過年之後 還寫賀年卡給我 是怎麼樣 只是這樣而已喔 所以因為他跟我講說那個 應該是印刷沒有人簽名的那一種 有有有 你說公關的那種 特年卡 親自寫 然後都有機會會合作 這樣 今天陪黑人來的是傑森 我們歡迎傑森 歡迎 你現在朋友喔 蛤 你跟黑人是朋友喔 拜託喔 這快當情人了 其實 我們兩個感情一直都很好喔 欸傑森是不是上次在康熙來有表演 黑人如何把 潘瑋柏壓在地上的動作 我覺得他們今天整個湊在一起 整個節目可能會輪為很低 不會 不會 還沒介紹到劉光遠先生 你上次表演的是 壓在地上那一招是 黑人對潘瑋柏做的嗎 黑人算是師祖喔 就是帶領著大家 我們這一群男孩子們 就是如何怎麼樣 互相領略 其他的男生 就來表演 你們兩個是從小學就認識嗎 還是國中 國中 他算是我學弟了 好 黑人今天因為你本尊到場 所以請解釋一下 當時有氣氛嗎 氣氛其實就是要看整個音樂是怎麼樣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然後手喔 等一下 真的有摸肩膀嗎 還是他在騙我 他現在就只是 opening 他現在只是摸 等一下會揉 對啊 但這個是可能需要 這樣 雖然是有牆壁 壓到其他的線 然後 一手控制兩手 這樣 就可以上下起手這樣 等一下聊天中進行到什麼 可以讓大家休息一下 我不曉得被出來了 就被人家這樣子弄 第一次是 發生了什麼事情 還要這樣子 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也不太清楚 因為聊到什麼比較 其實沒有 就是情緒來了 然後眼神一對到 就會看到 那其實是 其實想 迅速達到朋友 對 我剛開始回國的時候 會很不習慣 會一直想還手 但是就算我打他一巴掌 他還會很樂 繼續的這樣 你有打過他一巴掌 有啊 我丟臉 就是我覺得很不受尊重 別人不要這樣子 不要這樣 然後他臉會抖一抖 華山你這是幹什麼 你這是幹什麼 你這是幹什麼 差不多像這樣的感覺 我們日本的日本軍官 跟抗日鬥氣 怎麼這麼見外 這麼見外 大家朋友一常 人摸兩巴會死 我知道 最近就稍微好一點 所以就從那個事件之後 就變格爾門是不是 不是 你自己說那個是不是 迅速可以建立友誼 就是我在考慮 到底要不要再繼續 跟你做朋友 有一次不是被奶奶看到嗎 是 被奶奶看到的是 因為她常到我家那時候 從美國回來的時候 然後兩個人一進去跟 跟奶奶打招呼 因為我家是一樓二樓 對啊 一樓打完招呼以後 就去二樓 我奶奶就覺得奇怪 去二樓也不在客廳 就是在房間裡面 越想越奇怪 不知道我們在幹嘛 就很緊張 對啊 然後 奶奶就有一次突擊檢查 一開門就說 欸 吃飯囉 客家人 客家人 一開門就看到我們兩個 趴著這樣 趙緊這樣 躺在床上然後還蠻凌亂 他就看到 啊 排桌排桌 蛤 然後就關起來 然後 就他接著走以後 晚上他就說 陳建築 我來 坐下 好 來 趁家我們坐在用班 很容易 什麼意思啊 我們陳家不能這個樣子 母豬的暗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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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這個樣子 母豬的暗游 母豬的暗游 我們就很喜歡黑眼的兩個朋友來 我們歡迎 由於是光遠 我們歡迎光遠 大家好 他不是來過了嗎 有嗎 他沒來過 你才沒有來過嗎 沒有 你來過一次吧 你今天是以什麼身分來的 本神掛流氓 對啊 我參加都看不出來嗎 沒有啦 就是 他們也是國中同學啊 從國中到現在 哪一家 金華國中 我們是第一屆男生 他是 因為他六十三年次 硬要多幾六年 弄弄弄出來啊 因為他 以前一直從小到他騙我們說 他去 國外流過去 然後後來 原來是去巴西 一年然後回來 那也算國外啊 對啊 可是他沒學到巴西話啊 你去巴西幹嘛 本來是移民去巴西 結果巴西的經濟實在太不行了 然後整個一個 全家在移回來 吃了疼啊 吃了疼 所以有學到什麼當地的語言 就葡萄牙文啊 所以你會講葡萄牙文 小小囉 這幹嘛用廣東話 你講廣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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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不會講 我聽過 我在巴西 碰到巴西當地的老華僑 是在里悅熱內魯的 然後他就說 他的爸爸當初在基隆港搭船的時候 我是要去舊金山 然後就打錯了 然後就打錯了 就只有一張槍槍的錢 槍槍 還不來了 就留在那邊 我要哭了 我要哭了 你們家是不是叫做巴西 不是 我們有坐飛機了 坐船也太慘了 你在學校的時候比他們高嗎 到底還好 沒有高多少 可是就是流氓都怕他 真的假的 也不是 看起來比較老一點 會有點唬人的感覺 沒有 因為黑人說 他們以前國中的時候 學校對有很多那種流氓學生 會欺負人嗎 不知道是他還是另外一個 就是以前 不是很喜歡 那種小流氓小混混 以為這樣蹲著就是流氓 然後蹲著 又要在女生面前蹲 一蹲的時候 就想要抽跟他 下個時間就在那邊耍流氓 然後他還是誰 就從後面給他抱住 你要試 不要接簡直 只有我 你假裝是女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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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大家要看 對 假裝流氓這樣 然後樓上全都是女生啊 下個十分鐘 哇 看蹲在那裡 好帥喔 這樣子 然後忽然他從後面這樣 欸 我要去哪裡 現在 他會被流氓把尿 他流氓在那邊 尿的到處走 對 他爸爸但孩子們都是像尿尿的有沒有 他流氓被抱著 他看不到後面又被擠 對不對 誰啊 他看不到 他就這樣 你放到上來喔 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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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了 然後那個煙還在這邊 然後腳這樣一直蹦 然後他一放下來 本來要 開始打架 你竟然下來看到流氓也就 下次不要這樣子 你竟然 你竟然 我看Jason你有沒有聽到說什麼 怎麼 他說 好人啦 你有說嗎 不要這樣 不要 不要啦 夠了 大家看到了 懂意思的 帶點山東腔的 不要怎樣啊 你剛剛都出來了 所以光源賽是一號人物啊 敢這樣對付別人 他是風雲人物吧 在學校 今天除了劉光源之外 還請來了一位 也是第一次到我們康熙來的 我們歡迎小黑 哈囉 歡迎 謝謝 他也是黑人的朋友 對 我是大安國中的代表 你不是金華的 不是金華 其實我們是因為 那個國中打球的時候 因為他們常常到我們學校比賽 我那時候在學校 雖然打得還不錯 那因為他們都是輸我們 你知道黑人那時候 黑人那時候就是他 他其實那個時候就是很肥 然後就是 但是他很 他很會交朋友 然後就是其實我們在 球場上已經照過面了 嗯 我那時候嘴巴很壞 我還就是在 我那 隊友在罰球的時候 就 他轉變搶籃板的時候 他站我旁邊 然後我還說 住 然後 然後他就回我說 沒關係 我不會生氣的 然後我就罵完以後 我就覺得 怎麼這樣啊 反應好怪 我看這個就是長那樣子啊 Jason 不是 對對對 那時候他應該還不是國中 那時候應該更小 小學吧 這個是小學嗎 國小 這樣子算很胖嗎 還好吧 國中更胖 你為什麼那時候那麼胖 因為很愛吃啊 然後 那時候 有一個階段是很愛喝可樂 Regular 就是 正常的 然後 有曾經參加那個 松青超市舉辦的 喝可樂大賽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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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我看過 我以為我看過 為什麼胖子應該參加這種東西啊 陳建州練紅心跳的第一次 陳建州到1989 我們這一次前輪出來 陳建州 陳建州 唱不代表 我跟妳講 黑黑黑黑的水 我跟妳講 都花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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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幾個啊 雖然都交不到女朋友 但是就很喜歡去挑戰 真的啊 真的嗎 你要講話要注意一點 你要講話要注意一點 Jason沒有 黑的你 我也沒有 那不就只有我有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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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康熙來了 我 已經參加那個 松青超市舉辦的 喝可樂大賽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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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我看過 我以為我胖子應該喝這種東西啊 什麼吃水餃大賽 因為他就說 他那個很誘人啊 那個獎品 就說 如果你十分鐘內 喝完兩公升 沒有 看十分鐘內誰喝的最多嘛 然後你就可以隨便搬 就是超市場隨便搬 吃的那一局 就是哇 然後我就要參加 然後我就去喝啊 我喝到制服都濕了 就喝了兩罐兩公升 我八分鐘差不多就解決了 所以成功了是不是 成功 然後後來我說 獎品呢是不是隨便搬 兩箱一開罐可口可樂 沒有 沒有給你隨便搬 沒有啊 因為看我國中升的耍我 所以那時候很胖 是因為喝太多這種 可樂 那你是被他們兩個當中 哪一個打啊 蛤 沒有 他們兩個都沒有 都沒有 你是講我之前 被圍毆的這個事情 你不是說他被劉光源打嗎 還是有補踹一腳 我沒有啊 還是現在不承認 他真的沒有公賺的沒有 你看起來像秘密的 怎麼會這麼兇啊 他很狠 他都會說他會功夫 然後去對付那些流氏 你平常很兇是不是 你現在在裝可愛嗎 我沒有 我平常就是很和戰的一個人 如果現在羞辱你會怎麼樣 我會怎麼樣 那飛艇 不會啦 我很客氣了我 那你打架的時候是什麼 什麼招式 等一下 假裝你跟他嗆一下 很不錯耶 他很有氣息 他說他是山東人 他主題山東人 他抄著一口流利的台語 流利的台語 真的嗎 你嗆一個 看什麼 看什麼 看不看你 死胖子 哎唷 怎樣 大聲有啦 嗯 那呢 你們四個人都食量大 因為Jason食量也很大 他一個人可以吃雞碗飯 那今天就怎麼瘦下來的 很想交女朋友 另外一個就是我想打球 打球的話 因為我那種太胖 速度啊 體能都會影響 然後後來我就下定決心 這三個月 每天中午只吃一顆蘋果 然後 只要是中間吃放飯時間啊 中午午休的時候 就喝人家的噴 會瘦 會瘦 那時候就很痛苦 因為只吃蘋果嘛 然後我會走到走廊外面 因為我聞到便當的香味 身上有錢的話一定會去福利社 我就走在外面的陽台 然後我們班同學就很想阻擾我 就把便當拿到我陽台跟我吃 其實要阻擾我減肥 那時候是很痛苦 吃蘋果丸喔 晚上球隊跑三千公尺的話 我就跑六千 他高中我們就認得了 所以他胖的時候你就認得了 我們就認得 是在舞廳認識的 那他真的看起來很糟 就是一個很巨大的胖子又黑 然後他就騎那種摩托車 就覺得那個車好像被他壓毆 然後我還記得有一年聖誕節 我們就很久沒碰面 然後就約他來家裡吃飯 結果一開門 他就穿了一件白色的運動T恤 我想說天哪來的帥哥啊 整個人就瘦了一大節 可是他那時候就肝病 所以因為減肥減出毛病 天啊 那時候就是急速的減肥 然後變急性肝炎 你瘦之下還是幾歲時 那時候介乎於高三到大一之間 十九左右 對十八十九 因為那時候也是很重要 有那個選拔賽 就是有一個成人的選拔賽 所以前年就到十八十九 所以之前都是初男 胖不代表我沒能力 真的 真的 你真的花錢是不是 怎麼花錢 花錢是這個 真的 你們兩個都很快啊 有 人家說出來啊 他們幾個啊 雖然都交不到女朋友 但是就很喜歡去嫖妓 不要講話注意一點 講我沒有關係 不要講Jason喔 沒有 Jason Jason沒有 我也沒有 蛤 那不就只有我有啊 沒有 他是我們以前啊 你們國中就去嫖妓啊 等一下等一下 這我奶奶也會看這節目 沒有 對啊 因為國中就穿短褲穿長襪 背那很長的書包 他直接 以這個造型去逛華行街 然後他就不怕檢查光 他就一光眼鏡 他就一光眼鏡 然後頭髮又留很長 然後那時候有那種 他走過去 欸 小胖 你有來逛 你來逛 然後他就一直走 然後後來那個 逛逛 看他沒有反應 他就這樣 沈先生 你來逛 我在想不可能啊 不 因為那條街道上啊 那時候時間已經滿晚了 只有我們這些人 對 我們裡面 你走 你走 就走 沈先生你來逛 我就在想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因為我們這一群我都曉得 沒有男人姓沈啊 對 就還在 來啦 沈殿霞的弟弟 那是我是誰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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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 騎拚的那種 烘膛大聲 然後 想像 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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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虧得好 他們真的很會虧 那你這樣為什麼要去自取其辱 我哪知道 我小的會自取其辱 我就不去了嘛 他是消費者啊 對啊 消費者最大啊 所以你們後來就尊敬他 因為以前 只要我們 可能有一些暴力事件 或者別校會來找麻煩的時候 都是派他出馬 包括有那個 就他們學校 大安國中的時候 對 才挑釁 他是整個 大安國中 就派13個 小流氓來打 他和他弟 我和我弟弟 他跟他弟都有練功夫 他們以前就是男拳啊 北腿 六合刀啊 加上一個17一個18 對啊 我們家是45歲 人家就算一些中錯生都沒有老 到最後跟他們十幾個被我們兩個打跑了 你會功夫喔 會喔 擺一個架式出來看看 可以給打一套 這是假的吧 真的啦 我今天穿這個褲子不行 再打一次 再打一次再打一次 那如果 如果那個黑人 是用拳擊的招數 你的這種中國功夫有用嗎 對 好 好 那不行 這也是真的 所以你剛剛這一招是真的 那你為什麼後來長大之後 會被流氓打破頭 對 因為 尤其是因為我們就是學拳啊什麼的 然後小的 其實有時候打架 你如果拿東西打人 會把人家打很慘 所以我跟人家打架 每次都是空手 然後人家跟我們打呢 每次都是拿東西 所以我這頭上 都是巴 就是因為小的自己很能打 然後就 你知道我們 CCT小姐很會打 會武術的人喔 真的嗎 每次只要有武功大師到節目裡 他就跟人家打 我打一下 小孩啊 要打嗎 你上次打 打魏大師怎麼打了 我還原來他冒的 他真的在調情的感覺 沒關係 陳建宗不就這樣嗎 對付一個那個師傅還什麼的 對 那是上超級星期天的時候 然後也是有武術大師 然後他那個時候 氣功還是什麼 氣功的 因為他說他是 練鐵不刪的 一直運氣 運氣 運氣 然後他的徒弟就拿那個棍子 尻他 尻他手啊 他都不會痛 一直打 好 現在 主持人 他叫主持人 對 你打 他就你打 打的話你就 你就知道是真功夫 他說 歐拉 歐拉 你打 你打 我本來要這樣 就架支這樣 來要打的時候我就這樣 他被拿奇眉棍的徒弟還在 我就要這樣打 那師傅就看他那巴掌 誒誒誒誒誒誒誒 好爛的主持 你們在打籃球的時候 常跟人家發生爭執嗎 對不對 以前年輕的時候常常 有一次是不是 小黑被流氓罰在場上 你說罰在什麼 蔡康勇慘遭黑人的瘋狂惡整 We will be our man 不要 你不要 你不要笑我 你不要笑我 可是今天他們做都還好 因為是有你加入就比較好笑 因為你就很愛就這樣 康熙來了 罰戰的 罰戰的不是 罰戰的是我們因為長輩讓他罰戰的 對 因為那個我們承認是他年少輕狂 是小黑的錯是不是 自己可能動作大了一點 不是啊 但是就是我最後一球 出來講 出來講 他就是我最後一球 然後我就傳給黑人 然後黑人就 抓到空中以後 直接灌你 我覺得很帥 可是我那時候就覺得 我傳得很好 然後很開心 然後我就你知道拿翹 就在那邊跳 然後那個 長輩 老大哥就站在後面這樣 哎呀小黑啊 這個 跳得好啊 怎麼樣 然後我就越跳越開心 我就越開心 然後小黑你不要再跳 討厭 看了就討厭 下降 下降 他還沒跳 然後我就 怎麼會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怪 我就有一點不跳 這也沒有什麼 你沒幹嘛 然後自己慶祝一下跳 然後他就 下降 然後我就下去就 對啊 站一下 然後他開心了 然後差不多 然後我就 沒事 然後我就 我就離開 然後最後就也沒事 就是去打個招呼 因為那個其實很照顧我們 對 那Jason 前面牌子寫圍毆是什麼 你有被圍毆過 這個事情的發生的經過 是怎麼一回事呢 我才在國中的時候 他還是我學長 然後我就 比較真的很笨 白目 不會去想 我就帶那個 小本的那種 色情看物 對 對 因為我看劉光源跟我 常常眼神對到 然後我們兩個人就好像 有一個 互相迎笑 但不曉得想什麼 我們在 公然就在 就是 操場旁邊 這樣子大家兩個在看 然後那時候 我也覺得 我自己太笨了 我穿全身紫色的 FIDO DITO的那個 套裝 你知道嗎 我覺得 好酷 我頭髮流的也很像 然後穿FIDO DITO 我覺得好帥 女孩子都喜歡我 我們兩個就一直看看 就被人家拍肩膀 就到後面去 然後我就 好幾個朋友 我現在都還有在聯絡的人 都有動手 真打還是 真打 然後很好笑 我就想說 我現在跟他看 他應該有意氣會幫我 他從頭到尾在翻喔 所以光源 當時為什麼不用功夫幫助他 這麼多年來 結果我要 實實在地說一句 不好意思 當時 我說不好意思 掃了我們同學的信 不好意思掃了 可是我是這樣 教我怎麼從何幫起呢 而且 而且你站起來也尷尬 穿體育服 也尷尬 對不對 看完一個 對 所以以前是因為 在學校太出風土才被打 對啊 就穿那樣子 是我現在我看到我都想打 有帥哥 算是學到一個教訓 很囂張的那種人嘛 對啊 然後如果你被教訓過幾次之後 真的就會學乖了 可是Jason好像一直以來 是你們這群男生當中 最受歡迎的對不對 哪有 因為我常常在路上 或是在夜店啊 都會聽到隔壁桌的人 就譬如說Jason一進來 然後那些女生就會討論說 欸 那是傳說中的 東區 糖不挑嗎 是不是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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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點是不是 你叫做糖不挑啊 東區糖不挑 為什麼 因為他都在東區那一代混 然後都不挑的 就好像是你 隨便什麼妹都 還是說他的胃口食欲 就是什麼菜都吃 這是我已經解釋過了 真的 這樣菜都吃 其實你這麼隨便 那只要是東區糖不挑出現的話 妹上來他就 跟人家聊天對不對 就不挑 對他就是會一個人在夜店 好像是社交嘛 對不對 沒有現在正派經營了 最近開了一間 女子私立大學麻將學院 直收女生 直收女孩子來我們學 來我們家打麻將 你開了一個麻將群 對如果說有興趣的朋友 都可以隨時報名參加 跟我聯合就好 他自己以為自己是校長 執行長 行執行長 CEO就對了 那陳建柔去夜店都不受歡迎嗎 他才厲害 很倒楣好不好 因為每次去都是要清醒的 因為我去的時候都得照顧這一班 你們四位是不是有一個戲嗎 他們那個興趣是自己拍電影 什麼鬼 就他們會沒事到Jason家 然後就拿DV然後演戲 演什麼 各式各樣的戲碼都有 什麼荒唐戲碼都有 好笑的 最常出現的就是神經質的一個家庭 所以誰要先演有症狀 五個都有症狀 好好好 要欣賞他們 因為我不知道的風格是哪一種 所以我先觀摩一下 那五兄弟了 OK 那我就直接按門鈴 好 對 欸 我進來囉 我進來囉 不好意思喔 我這邊有一張那個兵單 就你們家五兄弟對不對 對 就是今天不好意思 其中有一位要去當兵 好 好 好 不行喔 不行 不好意思喔 你們 你們有沒有誰 可以跟我講一下 哪一位可以去當兵的 對 對 回去 等一下 等一下啦 欸你們表演也太淫亂了吧 真的 太淫亂了 明明只會說好 是你們流出來的 好 流流流流 我們一聽兵單整個就慌了 對啊 那你來點名啦 誰把地都那麼髒啊 垃圾點這樣 我不要演啊 可以啊 為什麼不演 好爛的戲喔 好爛嗎 好爛嗎 這個 很好玩啊 放中你的本性出來胡鬧 很好玩 因為他們的演出有時候太over 譬如說會開一些那種 殘障人士的玩笑 對 或者是開一些太A的 有些人可能無法接受 你如果要不可以冒犯的話 他們就演不出來啦 我們在這之後 就會四個人演一部戲 是倦孫和本身的 哦 所以是真的是不是 那 現在我們 好你要派一次 就讓你加入了 我們演一個就是 是 飽讀詩書 嗯 然後是一個 老師 嗯 然後有性騷擾學生 你騷擾他 你騷擾他 好 我是有加入嗎 對啊 我們只是幾個 他的同學 我們的仙人跳你 哦 你們設計我 對要設計你 然後 然後我的角色是 你的角色就是說 老師有性騷擾 你有陪這一期 對啊我是跟你們一夥就對了 同一夥要騙你錢 然後如果你 你不把錢拿出來 你要被我們 好OKOK 好我就說他這個色狼什麼什麼的 然後你們就進來 OK好 流氓 嚇一下Action Action 其實你今天功課都沒有 你也太有性了 你滾開你這個大色狼 什麼 什麼 誰啊 快點救命啊 他強暴我 沒有 誰啊 我怎麼可能強暴 來來來來 站好 立友 強奸女學生 那些頭髮有帥 我沒有 我沒有 哪一個手摸出來 撐出來 撐出來 左手摸的 右手摸的 我沒有 我只有用腳趾而已 左手冰塊 腳趾加3000 加3000 加3000 只要錢就好 我們就百萬起跳 好 3000萬 哪一隻手 右手是不是 我以為三千塊可以表演 他在哪邊摸你 來 他右手 右手哪一隻 我沒有 我只是拍他街網說功課為什麼 林子這樣是給你拍的嗎 對啦 你被拍感覺會怎樣 感覺不太好啊 所以現在吸耳機 他拿哪裡去 要遠 不然可以兩條路 不是現在拿五百萬出來啊 就等一下拿五百萬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叫你做什麼 你就做什麼了 姓李嘉 姓李嘉 做什麼 我一直這樣啦 如果是這樣子 你做一個動作 我們就放過你 你只要把你的西裝外套 這樣子 然後往後 刮布 開飛花 飛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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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眉 誰叫你呢 許立 這戲好爛喔 這齣也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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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齣不出 如果你演的話 這爆臉就大了 西藤弄成誰唱 沒發現為什麼好笑 那種這種怎麼整到你對不對 你自己看 我們四個表演一下 這樣感覺 不然陪你做啦 一起啊 好 好 然後Top 收 等一下他還沒出 扣子還沒有 這是一套的嗎 好 弄到這啊 想要自己是名媛嘉莉的 OK 這樣吧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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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唱兩句就好了 哪有人那麼唱 好 好 來看 這什麼怪情話 好無聊 其實今天他們做都還好 因為是有你加入所以比較好秀 因為你就很愛就這樣 好 你們看節目 我不敢 我不敢相信 很難耶 這個是幹嘛 要拍下來交代要用的嗎 也沒有就只是打發時間 以前我們跟陳彥珠就很愛演 我跟我姐還會在家拍鬼片什麼的 就是等老的時候我們還在一起的話 可以看一下我們以前有多瘋狂多愚蠢 所以這些TV還在 都還在啊 然後 包括有一些 那種脫衣服的演出 我們可以拍下來 然後要修飾身材的話就看以前 然後現在就說 他們很喜歡到世界各地裸體 好 這要看一下照片 好你們請回座我們看照片 好 基弟 陳建州最近一次裸露是什麼時候的事 最近一次裸露 在你們面前 前兩天不是 是那個范小萱的生日Party對不對 那前幾天 然後大家都已經微醺了 一定也在嘛 大家都已經醉了 然後就突然有人就說 脫脫脫 黑人脫 然後他就在那邊害羞說說 不要啦不要啦 然後最後我們說 黑人脫你不是很愛脫嗎 然後他就真的脫了 問題是他當天一滴酒都沒喝 所以他不用醉對不對 對 他是處在清醒的狀態 所以可以做這種事 不是 他的脫的幅度是到哪裡 就是好像是露屁股嘛 就跟這個一樣啊 這個 這個算全裸了 黑人獸性大發 搶壓蔡康永在地 他還蠢疊 停疊有沒有 他還在開著 他還在開著 好 掙脫掙脫 上去 駕上去 欸 欸 不要動喔 快喔 快喔 誰壞啊 康熙來了 他說的幅度是到哪裡 就是好像是露屁股嘛 就跟這個一樣 這個 這個算全裸了耶 半裸 背面的 背面裸 對 這在哪裡 這在家裡 在家裡不勇敢 在現場的加萊登 現場咧 可以啊 現場是不行 你不是有個志願 就要在所有有紀念意義的地方裸露嗎 這是哪裡 有啊 這是上海東方明珠 然後 這不柔少華嗎 這是我 你那個少華 因為拍的人在笑啊 都 劉光源在笑 好笑喔 所以抖成這樣 你在外灘啊 在外灘 其實他笑的原因是 因為陽台太高 我是站在椅子上面拍的 然後 樓下呢 都是管理員這樣 管理員 這孩子幹啥啊 哈哈 不管理在笑 所以是路人也看得見嗎 對喔 好久 這是什麼 那是我 超級星期天辦 女裝的時候 我不知道誰拍了這張 這張也沒有漏啊 對 還有沒有 下一張 哇 這是我去 藝術照耶 馬來西亞 然後 比較近期的 就是在 差不多 今年的時候 馬來西亞 拍電影的時候 所以你越來越不勇敢啊 只有剪影了 可是後面海灘都是人 所以旁邊都是觀光客嗎 有踢足球的 因為那時候馬來西亞 她左邊腰部那個是什麼 對 我剛才 就是這一塊 對 那是什麼 這個 這是肉嗎 我帶了霹靂腰包 這個角度啊 是肥肉嗎 真的喔 有可能 陳建宗很愛拖 然後他每次一拖 所以說 腰部旁邊那兩團是什麼 就有那種你知道 所以他一直都有肥肉 他就是唯一那兩塊 是他瘦不下來的 我很想要去那種抽脂 因為我發覺那個是皮 有時候老的脂肪 抽不掉 剪不掉 然後我問過整形醫師 他說那個是 可以抽 可以抽 羅志祥也講過他肉的事 小豬也被你攻擊過嗎 小豬本身是 他自己也很喜歡拿這種 這種事來嚇唬人 然後我像是不能被激的 我這個人是不能被激怒 就用這種來激的 像上次我們范曉軒 也是有一個友人 他先脫了 唉唷 要激怒我 是不是 然後後來 像羅志祥這個事情 就是他也是想要先 用這種身體的方式來 嚇唬我 他怎麼樣 他怎麼樣嚇你 就我們去路外景 然後他就說 那時候我們還不大熟 然後我們的房間是 住隔壁 但中間那個門是可以開的 他就好像 穿很少 穿一條內褲走進來 他說 Helen啊 其實你知道 我出到這麼久 我沒喜歡過一個人 他想嚇我 OK啊 我最喜歡你這種 就是想要嚇人 自己送上門來 送上門 他說好啊 我說那你把門關上 我也沒有喜歡過別人 把門關上 然後他聽到嚇人 他說沒有耶 我是想說 你們有什麼東西可以借我 我要看 他開始有點緊張 來 我說你先坐床上 我要去把門鎖起來 要鎖嗎 對啊 他那邊的門先關起來 然後我一關的時候 他說 Helen 你幹嘛 我沒帶鑰匙 因為那個門一關的話 要從那邊才能開 他說對啊 那你就睡我這就好了 然後把門也關上 然後他一開始脫衣服 然後羅志祥就開始緊張說 不要這樣 那個 我打電話給櫃台 我就要幫我開門 不要 然後他就把電話換下 然後開始把牆拉過來 然後就嚇他 嚇到 他才很尖叫 我就跟他警告 下次不要用這種來激我 然後我就走了 嚇他 怎麼嚇的 就把他壓在床上那一類的 頭 頭先節目剛開始那一周 對 嚇他先關注不能動 對啊 那個掙脫不了 不然你用康永哥試試看看 他掙脫不了 真的會掙脫不了嗎 你是個掙脫 黑人 就按住以後 讓他騎上去那種感覺 黑人這隻很大 還會用到地啊 可以啊還蠻乾淨的 康永哥你掙扎看看 真的掙扎 現在有什麼動作 你就是假裝你在這樣看電視 就這樣啊 依夫人 欸我們繼續聊別的話題好了 你很爽 好好好 真的啦 真的啦 來 來 突然間 還彈起來 還彈起來 好就是這樣 我會 我會做的動作是先 我現在在你床上對不對 對然後電視 你就正常的看電視 然後會靠很近 然後重疊的一個感覺 還重疊 重疊有沒有 然後就開始 像一根湯匙一樣 然後會這樣壓過去 這樣子 OK 好 掙脫掙脫 騎上去 騎上去 欸 騎上去 欸 騎上去 快喔 對喔 沒關係 沒關係 這真的過來了 蛤 我沒有先說的 對啊 所以還要我 當然要你了 你最適合 大大方方的 OK 你要側躺喔 那樣 我也是在打電動 就這樣啊 然後回頭黑人真的 就在我身邊 然後全裸 因為他希望照出來 欸那黑人 上次那個幫忙 要拍廣告事情 有成功嗎 嗯 就是 你是有成功的 找我一個人 找誰 害我一個人 搖人的一個姿勢 我上次就是這樣打電動的 然後在那邊 對啊 有一個 欸 有一個這樣的人 擺錢還不錯欸 蠻好玩 你就 每次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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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來吧 欸有一次你們打電話 那個 半流氓是下小豬還是周杰倫 兩個都有下吧 因為就是 奇音是華航代言人 欸為什麼要半 為什麼要半流氓下人 他們就很喜歡鬧這種 就是奇音就是華航代言人的事情 因為那時候我就很想 你搬華航飛機 你自己填表 說你要幫華航當代言對不對 然後我就寫說 空姐服務都很好啊 然後華航是最優秀 然後 昨天 差不多就接到一個簡訊 那 他就說 喂 你好 我們正在華航公關處啊 這個是人事部 廣告科什麼 就講一大堆 我說真的假的 然後我又接到你那個包裹 包裹 我一聽包裹真的很奇怪 然後 然後 要騙人還不讀臉書 對 他說我就要你包裹 我們很想請你 當這次華航的代言人 然後 有空的話 你可以來龍江路總公司一下嘛 然後 他就把電話掛 我就慌了 他電話也沒留 很開心 真的很缺要 然後那時候剛好在打球 羅志祥也在旁邊 因為他是好像是 跟周杰倫到門外去鬧我 然後就回來 就打他問 就看我很開心表情 羅志祥就說 欸 怎麼了 怎麼了 我說 成功了 我還跟羅志祥說成功了 好丟臉 黃昂代言人好像要找我 然後很開心 然後羅志祥就開始忍笑 後來我才知道 那通電話 是周杰倫裝聲音 然後跟他們兩個一起 因為我認得羅志祥的聲音 但周杰倫有點壓扁聲音啊 就會 我聽不出來 辨識度很難 然後 弄完這以後 我就覺得很生氣 之後不是報仇了嗎 侮辱 後來我們就打電話 我跟劉光源聯手 也就是我們去唱KTV的時候 就約羅志祥 但是我們全部都到 他遲到 可能還 就還沒有來的途中 我們就打電話給他 光源啊 他的裝 因為他講那個台語啊 是很流暢 你當時講什麼 喂 請問那個人是 羅志祥的路線師 他就說是 因為他現在不接 然後後來也問我的手機 有 顯示號碼 我說羅志祥的路線師 你好 我聽說你這樣 因為他之前有一個 合約官司 合約官司 一個什麼種 什麼什麼種 希望大事化小 小事化五 最好是你現在帶他 處理一下 處理一下 就跟他講 然後他就來他錢 我們就看他 欸 羅志祥點歌啊 羅志祥這樣 沒有 沒心情 然後就一直臉色發白了 就六神五祖 東摸西摸 就是拿電話 又打不打的 然後又放回去 對 很慌就對了 我們到他家的時候 才承認說 那個是我們鬧電話 然後 他就說 喔 早講嘛 他面子還要 你知道嗎 不然會發生流血事情 我那朋友很兇的耶 變了變了急槍 這怎麼處理 我還要發電咧 對 還流血事件咧 假裝勒索那個事情 很嚇壞 而且他聲音好像 很像 對 你又不要 不要再這樣 你 好 黑人現在感情穩定嗎 OK 還不錯 對 所以就白帥了 就是 變帥之後其實沒有花過嗎 沒有喔 他算是還蠻不花的啦 他一點都不花 真的嗎 我本來以為 他真的是 可能會 比較大開殺戒 因為他對男孩子都相當的開放 所以 范范出國幾次他其實都還蠻乖的 我也覺得很意外 真的啊 但是我每次跟 范范提到這次他都不相信 只要你們自己之間的溝通 你的粉絲 如果再 對你表示好感還有意義嗎 有啊 就是 用 不同的方式來支持吧 因為我 一開始也不是走帥的 然後我也不是強調自己是帥的 所以現在美妹們不能再追你 黑人與范范感情出現裂痕 產生分手危機 可能是 會打一次好人的一款 然後亂送跟model回家 我哪有送model回家 明明就有 我為什麼要挑撥人家 屁咧 每次他們要跟你鬧回去 我就是我在勸服 看看你哪分手 到底怎麼回去了 到底怎麼回去了 康熙來了 今天美妹們不能再追你 你不用追我 我就是來看 不用追 但他常是會打自己是好人的名號 然後亂送一些model回家 對 他有送model回家 明明就有 我也是幫Jason送我 沒有講到我 我都追了 漂亮都是我朋友 沒有 有時候吵架 有時候吵架 或者是 是不愉快的話 我覺得都是 SOS 或者是 Makio他們害的 屁咧 對 每次范范要跟你鬧分手 都是我在勸和 你少來 每次都虛擬兩個 你為什麼要挑撥人家情侶的感情 我沒有 每次范范跟黑人說要分手 我對說 你要好好反省 你們兩個是不是都有錯 不知道動不動就鬧到分手 我根本也沒提過 什麼分手不分手 對啦 我說他 Doma是我在勸和 范范很想分手 到底怎麼回事啊 你們兩個人 你就放過人家 沒有啊 這根本是他們在 瞎起哄 哎呀 陳鑫舟一定又跟model 什麼在一起 其實人家一定有什麼辣妹 坐在大腿上陪他打電動 那種 哪有啊 對啊 我們哪有說坐在大腿上啊 我們只說有model在那邊 對啊 餵葡萄啊什麼的 你講一大堆有人 當他家是酒店的 對啊 他們都公認真的 他們都公認真的 范范不care這個 這樣子我們拿來當八卦獎 爛獎 在你面前不care 回家吊起來 很忠貞 對 很忠貞 很忠貞 所以這段你打算要維持下去 是不是 這段感情 對啊 那 就以結婚為前提是不是 真的 應該一定是吧 經過昨天吵架還是這樣嗎 昨天沒吵架 對啊 這應該會一直下去 可是為什麼裝潢性價的時候 沒有好好徵求女方的意見 你說黑人裝潢性價嗎 你有在注意那個環境是不是 就聽說他不太滿意啊 因為我一直很喜歡 Jojo Armani 然後我每次看雜誌啊 然後看各方面 都是會先看Jojo Armani 那個風格 Armani Casa 然後我是以這個風格 注入在我家裡面 沒想到 Armani還真不適合少女 沒有 這是比較 這女方不喜歡 也不是不喜歡啦 因為黑人很喜歡他自己的新家 然後他就說以後 如果真的結婚的話就住在他家 然後范范就會說 如果你真的很希望跟我住在一起的話 那這個家裡面都沒有我的味道啊 然後黑人說有啊 他說那我的櫃子在哪 然後黑人說有幫你準備啊 然後就去一面牆喔 就是明明看起來是牆壁 然後就一推 然後它是一個隱藏櫃 然後裡面有一個這麼小的格子說 你的櫃子啊 要更衣室 也沒有掛東西 它就是一個這麼長的櫃子 就你只能把T恤一直一直無止盡的往上抵 洋裝外套就是往上抵 這真的不錯了 女生的衣服這麼小 你看那麼小一個折 慢慢這樣疊 至少疊六百件 對范范這樣很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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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她怎麼樣對她自己妹妹 還有一個這麼大一個鞋櫃 放滿所有的鞋子 她說哥 我鞋子放哪裡 鞋櫃下面那一排有沒有 還可以塞幾雙 就是給她妹妹用 就已經算對范范算好了 沒有我那是可能估計錯誤 就是我本來有留給她 那我忘記我衣服太多了 好爛喔 稍微借掛她的那邊幾件 借掛 借掛 後來因為這個事 就他們旁邊多幾句嘴 還有吵架這樣子 有吵嗎 再不然把你妹跟你哥的房間打通 打通 像范范住就好了 不會啦 這個我會改善 後來也改善了 把我的有一些都送給朋友啊 或隊友 或學弟 她的好處就是還很有心那個 直過能改 對 可以 我本來以為今天訪問時間 都可以得到一些 對她的比較不同的新的印象 結果也沒有 沒有 可以啊你可以問其他嗎 沒有我們結束了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謝謝